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定计划在2019年年底动工兴建 据检公共工程合约书部技术办公室主任努外达达桃乌 这批建筑设备总额达约1亿美元约6.87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约200名中国专业人员已经到达检浦寨托子 浅华日报据检浦寨公共工程合约书部发言人瓦欣苏利亚介绍 新编西港高速公路项目计划将在2019年11月动工建造新建时间为期4年 耗资近19亿美元130.46亿元人民币 无字检华日报零提的是 2018年1月11日,中郊建设集团董事长刘启涛和检浦寨公共工程和运输部长孙战托分别代表中简双 方签署新编至西哈努特省高速公路特取权协议 此前孙战托曾向媒体表示 这使检浦寨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后金编到西港只需两个半小时 将大大改善检浦寨的运输系统,降低运输成本巨细 金编至西港高速公路起点为金编日第三条环程路 终点为西哈努特省斯登好线 全长190.63公里 限速为每小时80至120公里 设有四条车道 每车道宽度3.75米高速公路 沿途经过六线 一区20、31个乡镇和110个村庄 来圆东博社编辑黄一苏 吉桶博社编辑赢 出品 口水 壮 确 白 笔 词 Pasca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